Yo的角色 所以今天是這個 阿拉基爾 沒有錯喔 阿拉基爾其實本身是一個 蠻詭異的角色 因為他的那個夥伴其實比較像是一個小黃 類似小黃的東西 這邊我們 開場就直接送了一個三合一 這邊其實有一些不同 可以做的事啦 因為 其實你可以買這個 巷弄小貓把他們全部都賣掉 然後再買另外一個夾板菜鳥 當然也可以留這個巷弄小貓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 事情可以做 那前面其實我們靠這個 被動英雄能力拿 風物聖盾嘲諷其實就非常強啦 這一局有魚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出入就是 想辦法 想辦法 拿那個 毒魚 拿毒魚 然後配上英雄能力給的小黃 然後做毒魚小黃陣容 這邊其實是一個蠻有趣的點 因為我可以下輪升星 可是其實這一輪升星會比下輪升星來的好 而且我現在賣掉這個豬的話 會直接給兩個寶石 然後反正我寶石都貼在第一隻身上 然後第一隻會有 風怒嘲諷深蹲其實還蠻賺的 所以其實我這邊是不會掉太多強度的 其實還掉一些強度 因為我們沒有先攻 所以聖盾有點被他免費破掉 好 所以這邊 這邊升上來的好處是 我可以有機會拿到兩星卡 然後這邊又拿一個 魚人Token了 所以下輪其實是可以 直接爽爽升三的 蛤 這邊要先升 然後再把魚給丟掉 好 因為其實有機會拿到三星的魚 把第一隻變超大 因為他是我們的 有聖盾的牌 小書 所以現在風之靈來了 那基本上他是我們的 他是我們的 小黃 長得比較壯的小黃 所以一般來說其實 呃 他其實不一定要擺第一位 尤其是我們有一個更大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會想要把他擺第二位 然後看能不能幫我們回一些盾 然後 之後如果找到阿古斯的話 記得架他 我記得我第一個阿古斯好像忘記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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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風之靈其實是蠻強的 我記得外國斯會不會太大聲 我記得看到那個風之靈就是蠻強的 我稍微粉痱 就選泰德除了會有那個 額外經濟抓還會有額外的血量 這邊我們其實應該要踢的東西是發現魚啦 某種程度上 因為踢發現魚會就是把發現魚賣掉 會比較容易再拿到更多的發現魚 那我這邊把巴嘎咕跨在手上一輪看有沒有機會 找到銅鬚 銅鬚跟這個毒魚都非常好 這邊我應該有上巴嘎咕吧還是沒上 完全沒上巴嘎咕 貪到底 差一點點 不過我剛剛決定貪的原因是因為剛剛那家 剛剛那家憨兒他完全卡在兩星 玩那個 玩野獸死生 所以等下三合一起來我們剛好清格出來 他其實不 如果玩這個惡魔的陣啊其實蠻 蠻要注意的一點是你不應該把那個小的惡魔放上來 那樣其實會影響你鸚鵡的死生 那還蠻糟糕的 風之靈本身是元素 我 所以會做一些事 再拿蛇吧 我們現在是想要找阿古斯阿 蛤 然後已經把毒魚放第一位來做 做瘋怒了 所以這邊那個瘋之靈三合一起來 我們又把格子清出來 我們已經有點那個瘋之靈了 所以就不用再拿小黃了 加4加4 其實加4加4我可能應該要 把那個 海盜身上千千寶石拔出來 所以這些墨距也暫時先不上 因為其實我在想 因為我手上有拿一個 這個野獸啊 搞不好有機會我可以再多上個種族 不過後來我好像沒有多上個種族 沒有多上個種族 沒有多上個種族 也沒有完美墨距 下個走的是這個 用了一輩子的海盜 所以再打好一點的話應該是 剛上一個那個寶石在啊 把海盜身上的一些寶石抽出來 抽給別人 我現在其實已經幾乎全毒了 然後基本上就去了一個阿古斯 好 一隻 第二隻墨距 我好像是有這邊有賣魚了 沒有 因為其實瘋之靈自己本身有種族啦 所以是 怎麼講 這樣你的墨距的演化 會比一般的小黃毒陣來的更好 所以基本上這個陣接下來就只差阿古斯了 阿古斯或 然後17啦 阿古斯跟17 這邊排列的原則是 讓那個 這邊這樣這兩個差別就是 兩星魚在前面跟五星魚在前面是 差在 你想不想要多打他比較多 因為假設五星魚在後面的話有機會五星魚會 留下來做輸出 然後對面好像剩十二滴吧 所以 你必須要留剩五星魚跟另外一隻魚 然後才能把對面打爆 這邊其實甚至還可以考慮拿一些 那個 那個 叫什麼東西去了 喔不應該拿到泰德 因為泰德其實有可能把我墨距合起來 OK 所以這邊五星魚放後面是為了塗毒啦 不過 喔我這邊還可以拿野獸重生啦 就你可以用野獸重生把墨距再重生起來 然後 馬上被毒魚塗到之類的 然後剛剛 上一局 對面拿那個甩棍來打我的原因是因為 他知道我的陣跟遺棋很搭 所以他先 先抓甩棍來防我有甩 嗯 OK 對面好像有兩個盾吧 所以這樣剛好會全部破光 喔對面只有一個盾 他甩還在 可是一般來說我連續兩輪都沒上甩 蠻多人應該正常的反應就是 不會繼續用甩啦 基本上就是個心理戰啦 雙尾 好像真的都沒找到一七 我們在找阿古斯跟一七 一七來了 有沒有阿古斯 有有阿古斯 所以我在想要嘲諷誰 所以現在我其實會把風之靈擺第一位的樣子 所以其實我可以不嘲諷風之靈 不過嘲諷風之靈的原因還是很簡單啦 就是 呃我之後 我之後有可能會不把風之靈擺第一位 然後你上一七之後整個版面基本上就鎖住了 所以基本上是 就是 讓我未來有餘裕可以不把風之靈擺第一位 我們多一支毒 感謝你 再會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剛剛把 甩給用掉了啦 就是沒有沒有上 上雜譜 所以我們這邊的一七就 成功活下來 GG 好啦 感謝大家之前的收看 那 我們 之後再見啦 掰掰 發 貴